新年高中音乐数位科技教室正式启用 这间崭新的流行音乐新创基地 规划了最新的Mac电脑 搭配键盘、录音界面和专业作曲、编曲软体 让学生可以更尽情地发挥才华创作 新年高中学生带来自己创作的歌曲 展现在流行音乐领域的才能 不仅有美动听也别具特色 新年高中校长陈一山表示 新年高中流行音乐跨域发展计划 荣获第一届新北创新教育加速器计划肯定 第一年就是以培训优秀音乐人才为目标 希望学校可以建造成一个 普通高中一个流行音乐的一个发展中心 那我觉得还是在未来的一个升学进入上 也有一个好的发展 因为今年的一些大学也会开始 慢慢有这样的科系的进行 透过创新教育加速器 就是希望能够让学校找到自己的特色 那也找到跨领域的资源 那刚好新年高中透过他毕业的校友 有音乐的专场 那也结合学校原本音乐班的一个资源 所以我们就协助学校把整个音乐 科技教育教室做一个创新 做一个加速 为让学生能有竹梦的新创原地 新年高中更在109年度 全新建制了音乐数位科技教室 规划了Mac电脑搭配键盘 耳机录音界面以及专业软体 让学生在作词编曲录音等方面 能有更健全的设备尽情创作 你看我们每个人几乎都会品 一台就是Apple大电脑 然后Apple键盘 Apple滑鼠 还有一台这个叫做Midi 就是它是可以直接弹奏 然后打在电脑里面的音符 然后还有喇叭这些 就是全部都是很难能可贵的资源 我们常常就是遇到说 很多硬体跟软体设备的问题 会导致我们可能哪一边的音接不上之类的 然后现在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好用的软体 我们就应该可以更顺利的去完成 我们想要做的歌曲 只要今天在对的系统 跟对的教材 跟对的教法的状况之下 学生只要是你学生 基本上你提升专业能力的速度 都会非常非常的快 而比于新年高中的音乐制作人 林亦凡也特地回到母校 为同样喜欢音乐的学弟妹加油打气 十几年前还在新年高中念书的时候 是还没有像这样子的资源的 虽然我那时候念音乐班 但是我还是念古典音乐班 并不是跟流行音乐有太大的接触 所以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有像这样子的数位音乐教师的话 对于新年高中的学弟妹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磨练的机会 新年高中表示 学校将积极开发多元课程 帮助更多学生发挥潜能 未来也会举办营队级工作坊 提供新店高中与临近国中高中职 具备音乐创作才华的学字 更充足的学习资源 记者是明站本期新店财宝报导